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二次劇萬迷主人節目 今天第一節是和大家講了一些轉會的相關消息 說真的 今次我們的轉會團隊好像做事都很快 因為這個轉會的重點是要清除球員 當然賣就未賣到 但起碼在外借方面 雲迪碧去了法蘭阿福 新組應該很快就會去多蒙特 而康尼伯亦都在選擇深夜球會去未來半年外借 幾快的時間已經完成三宗交易 至於有沒有人可以買回來或租借回來 這一節都會和大家講講 但這一節的重點主要是 坦勒現在和尖尖見過面 亦都聊過 究竟坦勒已經成為我們的臨時領隊 還是其實尖尖船隊仍是100%支持他 我昨天和大家講了 我看了一個Deathletic的報導和Podcast 他們幾個記者研究了這件事 從幾個不同的角度 都值得和大家分享 但在講這件事之前 不是我分享 卡斯美勞分享 因為他接受官網的訪問 他要談及 即是賀龍 卡斯美勞就這樣說 說到尾 賀龍也是一個小孩子 我們不應該給他那麼多壓力 很多人覺得他一來到馬列園 就應該要有很大的影響力 以及入三宗球球一季 其實沒什麼可能的 但是 卡斯美勞就說 我很喜歡 他的態度 有時候 當你困難的時候 你一來到比賽 因為他已經有這麼大的需求 就像阿聖龍那場球 但是他立場之後 他就幫助了很多球隊 也改變了整隊球的能量 所以 我想跟他講 我的感受就是 每一場比賽都越來越好 他也很努力 所以 我覺得 賀龍絕對是有前途的一個球員 他也會為曼聯貢獻很多 相信他是曼聯的一個 時代的開始 所以 看來卡斯美勞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是客套說話 有多少是真心 但是 說真的一個那麼有能力的球員 他看到的東西 尤其是他比較近距離看到 他在卡林頓有份練球 也有份落場踢球 雖然他受傷了 現在就 我覺得 可信程度也高 希望 賀龍真是可以做到 卡斯美勞所說的事 好了 那三個記者包括哪幾個呢 包括 Lori Whitwell Carl Anker 和Andy Meaton 首先 Lori Whitwell 是這麼說的 他說 尖尖的團隊 不會浪費任何時間 雖然現在還要英超的批准 還有幾個星期的時間 但是在森林那場球 之後 Dave Braithford 即是這個四眼 就已經 尖尖的左右手 已經去了卡林頓 以及森林場球 這三個人的關係也有趣 據聞 The Athletic 說了幾次 Fay Sir和John Myrtle 這個John Myrtle 這個關係 不太好 究竟 Dave Braithford 加上這個三角關係 會搞成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就說 Dave Braithford 就是John Myrtle 和現在的臨時CEO Patrick Stewart 帶他 tour了卡林頓 卡林頓 也和 教練 和職員 聊天 最後 和坦克和球員 坐下聊天 所以 估計他已經在衡量 要做什麼 所以 Lori Whitwell 就說 我想 不需要很快 不需要很久 他們就會開始做事 然後 Carl Anker就說 其實我們都期待了很久 希望能漫延根本性的改變 還有這件事是Carl Anker說的我沒聽過的 尖尖他們在找一間會計師行 KPMG 就可能將那些職員做一個audit 即是說 可能有些人就會失去工作了 這個也有些傳聞說過 我們萬聯的 整個公司的架構是很死湧種的 很多湧元的 我記得之前節目說過 那些 職員的人數 比其他球會多很多 當然我們上市公司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 如果真的 阿尖尖來到 做一個audit 會不會要清感些人呢 但是很尷尬 因為其實 尖尖其實理論上就是負責足球部 這些commercial 商業部門就不關他的事 他這個audit只是足球部還是怎樣呢 不過老實說 雖然這個audit還沒做 但是我個人也很相信 就算 只是足球部 也有不少湧元 所以 我覺得這個有人會被解僱 都是我覺得必然會發生的事 都是一個新的老闆上場 很多時候會手起刀落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個感覺 然後 究竟這件事 對於坦克 是什麼意思呢 Karl Anker就是最悲觀的一個 他就這樣說 如果你問我真正的感受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臨時的領隊或者看守的領隊 可能他未必承認或者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就是一個臨時的領隊 重新再一次 就是考牌 考他現在在做這份工作 如果做到的話 他就沒什麼留下 如果做不到的話 就拜拜的了 另外Andy Bitton 就這樣說 他說坦克 近來的威信 已經是有一點點被挑戰 因為 始終阿詹詹的團隊來到 大家都知道會有改變 球員也知道會有改變 是吧 就算他自己的團隊也知道會有改變 但是 Ian Bitton說 我很不喜歡那個 說法就是 他失去了 Dressing room 他失去了跟衣室 因為不是事實來的 我就不喜歡這樣說 但是 你也不可能說25個人裏面 個個都服他 為什麼呢 你看回他的排陣 看回他的容人 你就知道 他只能夠用他相信的人 所以 這一年的賣盤 對坦克的確是有影響的 對他的管理這個 足球 以及 排陣的這個方面 但是 他也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現在為什麼還沒有事呢 其實就是因為 那個受傷名單 真的是非常嚴重的 馬子尼斯加斯美羅尼洛夫 哈里麥加亞曼治馬拉西亞 馬斯耶 諸如此類 對啦 總之受傷的人數實在相當多 所以他現在 就算成績是這樣的 也挺得住 但是 如果接下來的情況 球員好起來開始 他繼續輸球下去 又或者捉了一杯很快就出局的話 那Andy Mitton就說 我就很擔心他的將來 因為 其實Andy Mitton就說我自己 都覺得應該要給他時間 去做的 但我也覺得 很擔心他的將來 那Larry Ewell怎麼說呢 他就說 在 現在這一刻來講 看來 尖尖的團隊就覺得 坦克是我們暫時 未需要擔心的東西 因為他們現在在搞管理的架構 他也很希望 理解一下 現在萬聯買人的 架構和策略是怎樣 也 究竟他們怎麼決定買人 財政方面對他們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 看來 那個管理方面 買賣人方面 買賣球員方面 才是他們的第一優先 但是 無論 怎樣都好 如果 作為一個領隊的評價 或者評核 如果一個不停地輸球的領隊 一個新的班主很難說 你就是我們想要的人 或者 我繼續無限量支持你 這樣 所以 其實坦克 就真的要自己 頂住自己 始終 他說的受傷 是嚴重 但是 亦都不可以說你贏不了球 的一個 經常都用這個原因 因為 他也要告訴大家 他在排陣方面 或者在球賽進行中的管理方面 要做到事 幫到球隊 才可以讓他留下 現在 但是亦都會有人說 你看 利物浦給了多少時間 高普 或者阿仙奴給了阿迪達 多少時間 第一季阿迪達只能夠排第8 高普亦都開始去到的時候 亦都是 有些struggle 搞不定 但是Lori Weaver就提出一點 他說坦克 其實只剩一年合約 過了這個球技之後 當然我們最喜歡的 就是 有一年的自動 續約條款 所以 如果 他一直都真的贏不了 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 就真的沒有人會知道 Anne Bitten也 說過關於 一月轉會槍會怎樣 他就說 現在 很多的萬聯的職員 連自己的工作 下個月 或者兩個月之後 有沒有做都不知道 哪會有人能夠做到一些大的決定 再加上 萬聯又受到FFP的限制 所以 基本上來講 一月就沒有可能有什麼特別事發生 純粹就是 外借 但是他都說 記不記得去年借了誰回來 韋賀斯 然後 Car Yanker就說 華古朗那個退回去 熱刺其實也是挺有趣的 因為看來可能馬拉西亞真的會好 已經好 大陸自然也是一個 阻擋坦克的選擇 Vitwell就這樣說 始終卓寶姆亭 Tomas梅娜都是因為 哈利簡尼去了拜仁之後 沒什麼機會踢 這個是一個坦克想要的哈利簡尼 但是 哈利簡尼會不會來不了 但是哈利簡尼 踢走那兩個會不會來呢 這個就不知道 他當時 這個 Podcast做的時候 Timo Wiener Timo Wiener就沒有去熱刺 他說也有 研究 但是其實呢 我想他有個數據也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什麼呢 他說你想一下 當賀龍受傷的時候 要福仔踢 然後馬西亞也都好像一如以往地 不能夠信任 所以我們前鋒那個部門 就真的 就不太信得過 現在我們的入球數字來說 整個球季到現在 麥湯入了五球 首席射手 加拿祖入了三球 班奴入了三球 福仔入了三球 另外有八個球員入了一球 所以 在進攻的方面 真是 非常之弱棍 最後呢 他們也提到一點關於新組 他說新組現在 迫著要走 當然 當然是管理層 即是尖尖對坦克的信任 其中一個 一個表示 但是 正如我們都說 其實新組都純粹外借 不知道管理層 打算六月才算 還是說新組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正如我們經常都說的 這件事情是有變數 即是說 其實 現在這一刻 尖尖的團隊 一定是支持坦克的 但是坦克 也都是 的命運就掌握他自己的手中 如果下半歸賽事 打似樣點 贏多點球 越來越似的 那麼尖尖就繼續back up他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繼續踢到整個屁股 繼續都是完全搞不定的話 其實 其實 我想大家都覺得坦克留在萬聯的機會 就相當之小 所以 坦克 希望你 我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覺得你是一個 好的領隊 我亦都希望 我們能夠在萬聯看到 你 心目中想踢出來的進攻足球 如果做到的話 是萬聯之福 但是 我經常都說 我們不能夠 永遠只是依賴一個人 雖然事實上 足球是很有趣的 你看 利物浦如果沒有了高普 假設高普走或者炒了高普 萬成如果沒有了哥迪奧納 究竟會變成 一回什麼事 其實大家都很難想像 但是也有些球會 例如 白賴頓 他們都經常換領隊 其實以前的屈福特都是這樣 經常換領隊 但是他們也保持他們一定的水準 所以 我自己非常同意的尖尖團隊 當你做好了那個 管理架構 一些 好的CEO 好的足球總監 他們真的有能力 去有一個長遠發展的計劃的話 其實 領隊 球員 都是 其中一種旗子 是可以換的 因為 尤其是我這個年紀的朋友 很多時候覺得 領隊應該是 一對球隊的核心 的而且是 但是那個核心的程度 比起費Sir年代 就減低了很多 因為現在現代的足球管理 實在分工仔細了 還有 那個權責更加清晰 領隊 都是其中 齒輪的一部份 不是不能換的 因為 實際上 領隊 足球總監 CEO 以及班主 這幾個部份 都是一個 球隊裏面成功的元素 所以 老實說 我也蠻相信 甚至萬成 都已經每一天 都在籌備 想著 戈迪奧納 應該找什麼領隊 去逮捕他 是最 好 因為 我覺得 不可以想 雖然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以前說 輝sir 那些球員叫輝sir做boss 其實說真的 現在的領隊已經不是那麼boss 因為現在 一個球會裏面 有幾個boss OK 今次來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